懂了意思嗎? 你們要講 都可以 都可以 OK,謝謝 你要講為什麼 就是你的說法要支持你的理由 柏宇剛剛問的是說 酵素等於 酵素是催化字嗎? 簡單來講就比較問題 對嗎? 對 酵素是催化字嗎? 我覺得是 大概是怎樣 因為過完自己的話 它是加速一個東西 但是它本身不太能夠去做微型的反應 你說它不參與反應嗎? 對 我有確定能不能這樣講 反正就是像酵素的話 它可以把兩個東西黏在一起 可以把兩個東西拆蓋 這是 然後它也分各種不同的 就是這一種的 就是專性 酵素的專性 用來講 換你開支 所以說 酵素它有一些功能 就是 這一個它只做的內容 那我是覺得那一種 酵素的內容 酵素有一些是 管理的也是 更更多的加速 沒功用 OK 好 要不是 蛤? 要不要再撿那個 不是 我覺得字傑講的不錯 好我幫字傑加個點 精準的 陳昱你覺得他講得精準 你可以重複一次嗎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去形容他 那你覺得他講得精準 我覺得蠻有道理 就是他不像是熱 熱有點像是我不管怎麼樣 我放到一個反應 通常都是很酵素的 可是酵素他不太一樣 但是我在一個反應裡面加入酵素 他不一定適用你這個反應 OK 可是他在某些反應的字裡面 他會有加速左右 甚至是減速 這樣加速 對 加速 加速對不對 好 那陳昱你要說什麼 我覺得這個什麼 我覺得像他在化學房裡面 他是自己去 他是 我覺得有可能是 校數要化學房裡面 等一下 那個同學 你們還是要聽一下他講 其實我們仔細聽他講 他們都有些 其實蠻有趣的學會在裡面 像剛剛這些講跟陳昱講又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聽子龍講 所以你們要仔細聽 你們這時候光是講話 或者在看書 或者在做別的事情 你也不知道怎麼在講什麼 好 那我講討論 就像我們現在議會上討論也是一樣 你要仔細聽人家講 你才可以參與討論 你不仔細聽人家講 基本的那邊就是沒有功能 要仔細聽 來 子龍先講 讓他子龍先講 那他講完 他被我插斷了 就是跟他現在講一個討論 OK 我會把話講清楚 我覺得 離你不夠近 好 我覺得 酵素 酵素 化學班 裡面 他主動去參與分解 或者是分解 或者是間解的過程 但是 水化阿基 他只是在旁邊 就是 抓在他子旁邊 兩個 他就是 但是 腦筋 或者是分解 分解的 這個速度變化 他說 超出是主動拆 但他需要你可能 摺旁邊 幫忙 讓白皮變更快 我不知道有沒有 同意嗎 同意 有嗎 主動拆 什麼意思 主動去把它分解 或者主動去把它 幫子龍加個進去 子龍 問到重點 問到重點 主動 怎麼叫主動 主動應該是 換個方式才是有意思吧 不是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像熱啊 熱能 它也...所以說 所以說 我同意啊 所以我們先把子鴻剛剛問的問題先把它講完 子鴻問子鴻一個問題說 所以你的主動是什麼 讓子鴻先回答吧 子鴻你回答一下 你的主動是什麼 這個效果 他會利用他的子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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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這些原子的分子之間做鴻基 或者是做鴻基 或者是鴻基 利用他... 那個...等一下... 你說你要告訴我們還沒... 那你在下午...等一下下午就要找我看一下 就是說... 他會利用他的子鴻基 或者是做鴻基 或者是分離... 但是... 它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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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不能... 還是吹化器怎麼樣 呃... 呃... 吹化器... 它只會加速這個鴻基 或是分離... 它怎麼加速 子鴻...你知道嗎... 你現在... 會有個小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講解說... 你加了很多的... 洗濃子之後呢... 事實上他們一直是... 感覺到不一樣 那事實上沒有什麼... 太大差別 你認為... 酵素可以主動... 我想問你什麼叫主動... 那為什麼吹化器不會主動... 什麼叫主動... 剛剛子龍... 你再問了一次的問題... 什麼叫主動... 你的主動是什麼意思...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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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 所以你要先想清楚... 你的主動是什麼意思... 事實上... 在這部分... 是沒有什麼差異性的... 我們講說話題來看... 你要說... 我對話講... 我們再講一個話題來看... 譬如說這是一鍋湯... 這鍋湯裡面... 有千千百百萬個分子在裡面... A分子要跟B分子反應... 只有一個方式... 什麼方式... 這裡面... 千千萬萬個分子在裡面... A分子... 我們要先等字節做完呢... 還是我們去... 討論... 因為... 大家會... 大家蠻關切... 字節把這事情做完的樣子... 但是因為... OK... 那就... 這一鍋湯裡面有... A分子... B分子... 這A分子跟B分子... 要反應的一個前提條件是什麼... 碰撞... 要碰撞在一起... 主動的意思說... A會去找... B在哪裡... 看到B的衝過去... 這叫做主動嘛... 我們真是要主動... 是這個意思嗎... 可是你認為... 分子會做這個事情嗎... 不會... 不會做這個事情... 是吧... 不管是酵素... 或者是吹化劑... 酵素會吹化劑在裡面... 它之所以會... 加速反應... 是因為呢... 假設呢... A跟B碰撞... 有可能反應... 但是... 碰撞一百次... 就會有一次反應... 但是我加一個酵素進去... A... 會先跟酵素... 碰在一起... B再跟... A... 再跟這個酵素... 碰在一起... 然後... 酵素反應... 抓在一起... 所以這是... 變成... 多了一個道次... 但是反而... 因為... A跟酵素... 碰在一起... 他一百個裡面... 90個都會反應... B跟酵素... 碰在一起... 也一百個裡面... 90個都會反應... 所以... 請問... 放在一起之後... 我們增加加速了... 就加速了... 基於就增加了... 所以基本上... 酵素跟吹化劑... 在這邊... 功能性是一樣的... 就是... 它是靠控撞... 但是它會... 增加這個... 反應的... 反應的成功機率... 在課本次... 例如9月... 這邊講說... 活化能降低了... 前面講... 風撞一百次... 只有一次成功... 因為它... 大部分的活化能... 都很低... 都很高... 所以... 撞不開... 沒辦法... 讓它產生反應... 可是... 不小心... 有一次... 能量... 因為... 裡面都是熱能... 就不小心... 它剛好... 得大一點... 比較多的熱能... 撞在幾個反應... 所以... 機率很低... 但是... 撞在酵素之後... 就不需要這麼高能量... 隨便碰... 都可以反應... 反應速度... 反應速度就加速了... 但是... 字節講什麼... 字節是說... 酵素有單一性... 就是... 有專一性... 它... 這個只能根據這個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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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跟那個... 吹化劑不一樣... 吹化劑不太一樣... 吹化劑有可能是... 一個吹化劑給共用了很多種反應... 就像熱... 就像熱... 對... 就像熱一樣... 你加熱... 熱可以像那種吹化劑... 加熱... 什麼反應都會加速... 基本上都會... 都會被加速... 對... 但是呢... 酵素... 它是有選擇性的... 它不是每個都會用... 差別在這裡... 它只有選擇性的... 但我覺得我跟解釋的也很好... 解釋很好... 但是... 你把熱... 當成那種... 吹化劑... 好像很少人這樣想像... 但是... 沒有人這樣想... 我可以解釋... 或是說很少人這樣想像... 沒有人這樣錯啊... 這樣想像蠻有趣的... 對... 但是... 我們講說... 吹化劑是... 它是某種化學藥劑... 或者是化學物... 它會參與反應... 熱也會啊... 但熱不是化學物啊... 熱是... 熱不是化... 是一種... 對啊... 它們都化學物質... 所以... 吹化劑跟酵素的區別... 就是有沒有選擇... 對... 其實... 吹化劑... OK... 基本上... 我會認為... 吹化劑的反應比較廣... 酵素是... 某種單一的東西的酵素... 因為酵素通常都是蛋白質... 而且酵素可以做到這種環質... 都在有金化出白米... 有金化出白米跟作用... 譬如說有一種簡單的酵素... 也簡單的說話... 已經有名稱用過了... 就是叫做... 奈米金... 奈米金啊... 就是奈米大小的金... 奈米金... 奈米金... 黃金的金... 金的... 就是... 奈米把它做成像... 把黃金做得像奈米一樣大小的... 黃金... 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可以當液氧化碳通過它的時候 它可以加出液氧化碳的兩個反應 它可以把液氧化碳給處理掉 液氧化碳很重 譬如我家裡 房間裡面如果燃燒木炭 或燃燒瓦斯 甚至炒菜 都有可能產生液氧化碳 在氧氣供應物質有什麼液氧化碳 類似像中間空氣先進去 你可以這樣講 它是一種類似像液氧化碳的處理器 它可以把液氧化碳處理成二氧化碳 它就變成比較毒性沒有那麼高 差很多啦 液氧化碳很無 液氧化碳基本上不太有毒性 它是一種催化劑 它催化劑是奈米金的特性 它的毒性很高 所以液氧化碳經過它就會被反應掉 可是金的毒性會走向嗎 那是奈米級的時候會不一樣 那如果是奈米級的氣化菌所 都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像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這個東西 它會用奈米級的二氧化碳 據說可以抗菌 它可以消毒 所以有人把它添加在日光燈的表面 有人把它添加在牆壁的塗料裡面 所以裡面加上奈米級的二氧化碳的時候 能塗上去 就說我這個牆壁可以抗菌 可以除毒 所以那個 可以殺菌 因爲它現在新屬什麼東西 我們奈米級的時候 它的國性就不一定是這樣排下來 不一定 奈米級是一個最近幾年發現的一個新的特性 當一個物質在奈米級的時候 它的特性表現完全不一樣 所以 吹化劑有很多種 但是我們講的效素通常是在有機化學裡面做反應的 它是以蛋白質 吹化劑通常都是蛋白質 分講通常 酵素都是蛋白質 酵素都是蛋白質 都是蛋白質做的 好 可以問 是 他說 六十八頁說 第二段說 酵素將反應物轉變成性 而所持的主因 對 這一句話的意思不懂 第三句話解釋一下 先解釋一下好不好 酵素將反應物轉換成細胞所需的產物 我在講一遍 通常你在閱讀 或是你看過書之後 你除非是完全理解 你不可能沒有問題 你沒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 那像子彤這樣的話 就是把不懂的地方提出來 這樣你會幫助你學習 好 所以 有沒有解答 它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他說說 酵素將反應物 就是 酵素將反應物轉變成為細胞所需的產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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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說 你今天要做一顆 輕爆的炸彈 那你知道 你需要 輕跟癢 但是 你可以用輕跟癢去炸它 但是 你不能用水去炸它 所以你要先用它 分成幾倍 但 酵素 你可能需要這一種 跟這一種 的養分 但是 當它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心都沒有辦法跟它 好 要懂意思嗎 都懂意思嗎 其他人都懂意思嗎 直接就是 你來一百人去販賣機 你不能用 你要先把它換車 四圈四圈 OK 這樣講 我覺得課本講得太簡潔 課本 他這樣講好像感覺像是可以 直接把那個反應物 變身 也沒有錯啊 他把反應物變成 對這個過程 沒有選出來 對 對 不會啊 不是 但是這些東西就是 其實這是對的 我們現在就是 通過不同的解釋 你增加它的理解 有時候 有時候譬如說 子虹可能解釋的東西 我們聽不清楚 換宣語解釋 我們就聽懂了 或者宣語解釋的東西 我們聽不懂 很像換子虹解釋 我們才聽得懂 就是一樣的意思 有時候不同的人講 會觸發你不同的想法 你就可能會幫助你理解 就是討論的好處 這樣 所以之前剛剛講 有理解 我需要 我需要鐵 可是我沒有鐵 所以某些酵素 也許他可以把 分子裡面的 他吃進來的一些食物裡面 把它分解出鐵離子 這個鐵液就可以拿來用了 對不對 就是 他就是要拿到這個零件 所以酵素幫你做這個零件 其實簡單來講 酵素做 那個 支援回收 他有兩個功能 有些酵素在做支援回收 他有兩個功能 有些酵素在做支援回收 他有兩個功能 有些酵素在做支援回收 他有兩個功能 他有別的問題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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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往下走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不是 有 有 有 沒有看 這樣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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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有沒有在站呢 我關不掉 沒有 沒有 沒有問題 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什麼是佛化區 佛化區 佛化區在那個催化活動的部分 它是催化區裡面 它有某些區域 接合區域 接合的區域 成為佛化區 佛化區 佛化區 佛化區在那個催化活動的部分 佛化區裡面 OK 好 那你就拿你手上有的東西來解釋 不會見的牆 這裡有一個藏物 嗯 這裡有一個酵素 OK 不要 什麼鬼啊 它這個 它 它 它這一草的形狀 假設它這個催化 就是佛化區 那 你可以把它的 產物和佛化區的形狀 符合的話 那它就可以變成一隻 有黑筆的原子筆 但是這個時候 如果它的 產物還有佛化區的形狀 符合的話 那它就 什麼都沒有辦法反應過來 簡單來講 因為你這樣講會誤解 我們把我們的反應物 跟你的效物結合成一個新的產物 但是實際上我們效果沒有參與反應 我舉個例子 假設這是一個開瓶器 是開一個酒瓶子開瓶器 我的酒瓶的那個口 就是我的佛化區 它可以用瓶蓋結合 然後把瓶蓋給打開 瓶蓋打開之後 我的開瓶器還是開瓶器 但是我的有瓶蓋的酒瓶 已經被分解成瓶子跟蓋子 懂我意思嗎 所以那個開瓶器那個口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佛化區 就是你接合的位置就是佛化區 其實也有的那些效果 之前講過的 細胞外面 蛋白質 它可以決定 有東西可以變成什麼東西 對 沒有錯 可以值得東西沒有錯 講得非常好 從細胞外面會看了很多 所謂的蛋白質 或是糖黑的東西 這些會決定 誰可以進入細胞膜 誰可以出外細胞膜 這也是由他來決定 沒有錯 他其實這樣 對這就是一種 這是一種辨識能力 教授的辨識能力也是他這個 沒有錯 沒有錯 好啦 那我們就回到第一組了 第一組有沒有問題 符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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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請他們第三個解釋一下 符音子 你要聽我解釋嗎 我說符音子中 你可以聽一下 給我聽薛玉解釋看看 你可以指名好不好 就下次我們 我們的遊戲規則 趕快可以指名 好不好 指名薛玉的 真的好會怕 對 我要先講一下 我覺得 符音子中 你在清水小巢裡面 大量的物語證詞 都會被發現 蛤 不是另外一個 符顧一樣 是符音語 是符音語 沒發現 只要不要有追蹤他 我就沒吃 你真的要看他小馬之外 小馬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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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聽不懂 小馬之外 我有看到 我想要問說 小馬之外 小馬之外 你是不是已經把字改掉了 對 小馬之外 相信紫紅 我跟他們聽不太好 他們會說什麼 紫紅 我說紫紅 哈哈 輕臉帶一次 對啊 我輕臉帶一次 到底要說什麼 好 好 OK 所以到底解釋了沒有 符音子 沒有 他想問符音子 好 你說說看 簡單來講就是 就是 校數在後裏 他需要 他需要 符音子 但是這個符音子 的東西 還可以是 各種不同的東西 但是 多加 真假 被玩壞了 你現在很想 你怎麼都想要認識 閉嘴 哈哈 所以你要先加一個簡單來講 這個意思是 我今天要看一下小馬的背 是不是都要選擇了 哈哈 其實 你也要選我們 對 小馬在那邊才發言 沒有 吊成幼稚 蛤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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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好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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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會試試看 到什麼 幼稚 要幫你脫時間 好啊 不要脫時間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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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跳出去要符音子 然後 符音子可以是很多 啊 到底要什麼 什麼 我真的讓你不懂 那你要不要講更清楚 好啦 那誰可以幫你解釋一下 符音子 因為符音子是什麼 你跟我講 步驟 是說英文 蛤 是我指名 薛宜啦 沒有 薛宜真的 OK 那其他人可以講講話 符音子是指你跟我 對 符音子還是你問的 對 什麼是符音子 符音子 符音子是幹嘛 哪些東西 是小英文啊 那你不講清楚 一直講符音子而已 還是 你說符音子 所以你沒有問題 我還沒有說錯的問題 好 好 那你的問題是什麼 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我本來講說 聽你們講的時候 我一定以為就可以講 好 不要浪費時間 講清楚你的問題 好 我的問題就是 好 這點有問題 就是符音子 為什麼 他說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 有幾分子 可能是幾分子 對 感覺上來說 符音子應該比較像是 等一下 我想一想 我正說我的問題是你 我覺得我已經想到那個詞 那我想一想 魚子變成紅 不是 我覺得可以用魚子變成紅 我來講 來你走開 對 就是他算是 有器材上是 性質的一個東西 他可以幫助 像是 你會自己看那些 看那些 那個叫 受集 更容易去作用它 你比較方便 你在一個 你前面教練的紅磅 我雖然那位一直看清楚 永遠是不到紅磅 但是你一直看到紅磅 那邊很堪線 一直拉著揮 那邊很堪線 我想 這樣有幫助你們理解嗎 我比較 始終會可能看起來 會不會理解 我比較 因為我一直在 比如說你們那一天 為什麼會全部衝到神 去幫我們看那些圈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不要擦乾話題 來 沒有 我在講對你們 我在示範 因為你這個問題 只有你們少數兩三個人 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智傑的解釋 算 欸 紅磅 沒有 這我們可以理解說 它 可以理解說 它是一個家 就是幫忙它的 音質 但是怎麼幫忙 並沒有說出來 它就像這個紅磅波 對余醫師來講 它有刺激的效果 但是對余醫師來講 它怎麼刺激 你的 你的 反應物參與反應 或怎麼刺激你的效果去幫助它反應 並沒有提出來 那舉個例好了 舉個例好了 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吸收鈣質需要什麼 不知道 你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吸收鈣質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協助 牛奶 牛奶是得到鈣質的部分 但是你吃 你光吃鈣質沒有用 你身體需要什麼東西 來幫助你吸收鈣質 酵素 什麼酵素 可以分解鈣質 我們需要維生素D 有沒有聽過 沒有 我們需要維生素D 來幫助你吸收鈣質 沒有聽過 但你這樣提一下 我們需要維生素D 來幫助你吸收鈣質 但是身體怎麼去產生維生素D 要塞太陽 對不對 多塞太陽可以產生維生素D 那這維生素D 就可以算是一種 骨霉 是一種骨因子 它可以幫助這個酵素 去讓鈣質合成 讓你吸收 它可以讓你補子裡面去 這過程就是一個浮因子 這個浮因子 我們講的維生素D 它就是一個 它不是金屬 那浮因子有很多種 有些是用金屬 有些像維生素D 它就屬於浮因子 所以 再來問 所以 浮因子就是叫做 浮因子 它如果不是金屬的時候 它如果也是一種蛋白質 也是一種化學物質的話 你可以說它是浮因子 那如果它是金屬的話 我們可以就叫浮因子 就是它可能是鎂 它是因為距離鎂、銅 這些東西 會幫助這個酵素去做吸收 去做 把那個瘦子 把那個白物奶 做合成 所以浮因子 所以浮因子不是這個 光線嗎 浮因子 浮因子它是浮因子 但是浮因子有時候 可以是維生素 像維生素D 就給它的運動 嗯 浮因子 浮因子 我問 她是不可不可以 進行暗基酸不是的化學 化學 活性 我要說明 她錯為應做的 浮因子通常進行 暗基酸不是的化學 活性 妳是不是誰 就是對暗基酸不是的 這些證拐 我就不知道它到底有什麼 我就不知道它到底下 我 我就不是 就像我腦內一樣 你腦內幹嘛去 我已經介紹著我運作 但我不領解這個狀況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身體裡面 他配合將你整句話來讀 我們就知道 我們身體有些東西 是沒辦法進行合成的 所以要吃 你要套持進來的東西來處理 那我們這些東西通常 他這個意思通常來講 這些不是氨基酸的東西 不 不適合氨基酸 就是對 他不適合氨基酸 或是你說氨基酸不適合 或是不能適用的化硫活性 為什麼 氨基酸通常是用來做蛋白質的全區域 全區域 全區域是氨基酸用來核成蛋白質 那 他應該不是蛋白質的補成 他不是 他這個東西 我們講說 鎂通常是蛋白質 鎂就是蛋白質 但是有時候 我們需要靠一些輔酶 這輔酶不是蛋白質 它不是氨基酸的物質 它是別的東西 譬如有些基礎物質 譬如我們講說 這是氨基酸之類的東西 像是氨基酸之類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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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來幫助這個酵素 酵素這個蛋白質 你還是說氨基酸是蛋白質 氨基酸是蛋白質 你說氨基酸是氨基酸 你說氨基酸是氨基酸 它是氨基酸 這個氨基酸是蛋白質 氨基酸是蛋白質 蛋白質呢 它有時候它需要一些別的東西 來協助它 這個協助它的東西 不是蛋白質 它是另外的氨基酸 它不是氨基酸 它跟氨基酸沒有關係 因為氨基酸是 合成蛋白質的全體 所以你可以說 它跟蛋白質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身體沒有辦法合成它 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合成那個所謂的 鎂 鎂 金屬鎂 你不可以合成清楚 沒有辦法 你必須套外界的獲得 這是一種非氨基酸類的物質 這樣講 OK 好 輔酶通常就是 我們講輔酶通常就是 非氨基酸的物質 非蛋白質的物質 它是用來輔助鎂做反應 這樣同意嗎 好 這句話是這個意思 化學核性 化學核性就是 就是 你看氨基酸它本身會跟氨基酸做一個 氨基酸合成的過程當中 它是不是需要一些 連結 就是把氨基酸跟氨基酸連結來一起 我們在前面講蛋白質的合適的時候 沒有 在第四十頁這邊 四十頁這邊 四十頁這邊氨基酸跟氨基酸 它把中間變成一個生態件的時候 它就形成一個長鏈 現在長鏈就變成一個蛋白質 那這東西就是說 你在反應它 能夠反應的東西 我們就說它有核性 它可以跟它反應 那你今天不是氨基酸的東西 它就是沒有氨基酸的 它就沒有氨基酸的 它就沒有氨基酸的跨學核性 它是別的東西 我的理解是這個意思 好 因為就是 這一段卻是寫得不清楚 好棒喔 看起來很好 始終有正經讀書 沒有 好 下一組 有問題 下一組 第三組 要不要第一組 第一組 四十三節 有嚇到我 對 代謝的途徑 這是我還這樣做的 還這樣做的一個 他們沒有問題 他們沒有問題 接下來你們可以問他問題 對啊 對 我們這些氫原子 還有能量極高的電子 難道每一個氫原子還有電子的能量 氫原子 每個氫原子 每個氫原子 其實你們說的能量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 譬如說 每個氫原子 他這邊講的應該說 氫原子的電子的能量 或者是碳原子的電子能量 這不太一樣 好 他說 它有能量極高的電子 氫原子還有能量極高的電子 對 難道是氫原子所含的電子的能量比較高 是啊 氫原子所含的電子的能量比較高 甘親對於 你幹嘛 餓了啦 餓了等下要吃飯了 餓了 我們在氧化繁榮的時候 電子的轉移 電子到底是會給誰搶走 電子給誰搶走 募勢大的 所以需求量大的把它搶走 搶走完之后 那个电子带的能量是低还是高 低 因为它更稳定 它更稳定 它能量是更低 那氢原子如果还有电子的时候 这电子的能量是高还是低 它没有反应之前 高吗 叫高 所以它应该是比较的是 氢原子上的电子的能量高的低 对 基本上在这个电子之间的反应 都是有关系 因为能量转移 你要讲错的话 反应就是能量转移 对 都是能量转移 可是 我规它 推不动 给我动 能量转移 所以能量转移到腿部 地板就转移热量了 你在移动转移转移热量 不是 你在移动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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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能量 但是你的能量慢慢转移热量 传递到地板 因为你跟地板有摩擦 那在地板的时候 已经它的转移增加 因为地板得到这个能量的时候 地板一开始 它的原子开始飘成一个大力量 所以这种感觉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感受到 那在一个细胞里面 细胞这么小 它振了一个热量进去 对每个分子来讲 影响都是很大的 它的温度会变得很大 它反应都在自由移动 那自由移动开始 它就才能碰撞 才能发现反应 发现反应的结果是要什么 要让它更稳定嘛 目标就是要 达到另外一个稳定态 所以它是 这个热量就会 把它组合成一个新的 大一点的分子 这大的分子让它稳定下 好 我们现在收集地震了 好 好了 我们先 提过来 拉太远了 对 这样 拉回来 拉回来 来 有没有问题 这些氢原子含有能量极高的电子 那这能量极高的电子 它在这个化学反应的过程当中 它是把能量拿去做ATP用的 它把它形成ATP了 它是能量做一个转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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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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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一个原子如何变成说 没有完全还原 或者没有完全氧化 什么情况就是没有完全氧化 什么情况就是没有完全还原 它才是 它才是 就是它的电子它自己 它还是在一个边框架 就是可能电子跟其他的 就是在这个同一个分子里面 这个电子靠其他的 靠得比较近 OK 它靠的比较近 它靠的比较近 那它本 这个 原子本身 它就是比较 快乐 欸 比较氧化 比较 比较 比较氧化 然后它靠的 你本身比较近 它就比较反原 有听到意思吗 嗯 OK 所以你们认为的部分 部分的还原或部分氧化 是这个意思吗 非完全氧化 非完全 反原这个意思 但是 如果有关系 不太懂才说 你说不太懂是不太懂 课本才说 课本才说 冠言才说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意思 他的解释 完全度是指它的距离 越远就是越 越 越 氧化 所以氧化又还原 一样的意思 好我们讲 我们看那个课本的第七十一页 下面那张图 第一个是甲腕 甲腕 是跟氢反应 碳都跟氢反应 四个箭都跟氢反应 对不对 那跟氢电解的时候呢 它是得到电子 还是失去电子 如果想得到都失去 只有这两个状态 没有什么靠近一点 或远近一点 只想得到都失去 得到的电子状态 是还原还是氧化 是还原的 是还原的 是最氧化的状态 谁要最氧化呢 主跟氧反应 它全部跟氧反应 跟氧反应的话 它的电子是在氧那边 还在碳这边 在氧那边 可以换一个方式解释 那个吗 不一定要跟氧反应 换一个方式解释 就是它的玩弄圈 最氧化的状态 就是 它氧的 含氧量越高 它的氧化状态越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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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 一定要氧炎盒子 好不好 对啊 但是它说 用这个方式解释 是密度啊 你氧的密度 含氧越高 那你就是 越 你塞进去一个 对电子需求度 越强的东西 对啊 你本身的方式会越氧化 我们在这边 通常是氧化 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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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化合物 不然它是别的东西 通常 我们在讲这个 你让它拿走 OK 它跟碳反应化 比如说 一个碳跟一个佛呆一起 它是强电子 它把电子强上是氧化 也是氧化 没有错 但是 我们在这个 有机的化学反应 就是这种 碳 氢 氧 之间的作用 还有氮 碳氧氧之间的作用 好 从这张图来看呢 71页下面这张图来看 你可以看到 碳跟氧反应的时候 它的氧被氧强走 它的电子被氧强走 所以我们说 这时候叫做氧化 基本上是让它这个碳 周围 直接间接了碳 而直接间接的氧越多 它氧化度越高 但是它氧化层越高 它氧化层越强 越大 因为你看啊 它就讲啊 像甲醇 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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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們的和兩間結的結束不一樣 所以我說不能說 中間這三個叫做部分 它們三個叫做部分氧化或部分氛化 所以它們的氧化狀態不一樣 氧化程度不一樣 它講的不是說看 你說我這兩個間結 我的墊子比較靠近它 這叫做還原 它比較靠近它 它就氧化 它看起來說 我這個碳有四個間 我這四個間結的都是氧 那是最氧化的情況 我這四個間結的都是氧化 就是最還原的狀態 所以你要把它的氧化 最大間結量 當作氛化 就是氧化 所以只有這兩個狀態 所以這圖很清楚 這張圖不是很清楚 甲烷 碳 周圍四個劍都輕 所以它最反應的狀態 所以陳玉在問 甲醇跟甲醇都是只有一顆氧化 為什麼它們的氧化程度不一樣 但是它四個劍也看幾個劍 它幾個劍拿去氧反應 你有看到嗎 甲醇幾個劍跟氧反應 一個嗎 一個 甲醇兩個 所以甲醇就比甲醇更氧化 甲醇三個就更氧化了 懂意思嗎 那到了二氧化碳的時候 它就完全氧化了 OK 所以你可以分辨它這個碳 這個原子碳 是不是氧化或還原的程度 就可以比較出來了 知道意思嗎 我們現在講交通紙 OK 好 那還有別的問題 交通紙跟氧化 那還有別的問題 我們再講一個言外語 示意一點點就講 聽嗎 什麼 什麼 我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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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講 淡蟹 蛤 他這個在講淡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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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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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我講到說 代謝是 就是 在生物體內發生了化學小驗 然後化學小驗又分成 和氧化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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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譜如說他這一張其實他就是要講兩話發生 其實竟然是這樣子 你看我們講說 我們講碳原子這個東西 碳原子很特別 碳原子是長面對不對 好 一個碳原子 我們講了 他如果旁邊要先親的話 這是最還原的最氧化 最還原嘛 對不對 好 那我這邊可以接碳啊 對 這是一個碳的長鏈 那我可以旁邊接別的東西 假設這邊接OH的話 我這邊就是沒有了 那如果我再來接的話 這個比較氧化呢 還是我這個比較氧化 這個 這個比較氧化 還是有接OH 有接OH比剛剛那個氧化一點 對不對 好 那有接OH跟沒接OH差別在哪裡 誰的能量比較高 誰的能量比較高 沒有接的比較高 對不對 沒有接OH的能量比較高 對不對 所以你有感覺是 我都是還原太的時候 都是還原太的時候 我裡面儲存的化學量比較多 當我開始氧化它的時候 我開始釋放出化學 所以我們在講代謝 什麼叫代謝 代謝基本上就是我們在做 身體裡面在做完原 在做氧化的過程當中 你再把分子 大分子變小分子 或小分子變大分子的過程 這東西都有能量的交替 所以我們把這個大分子拆開 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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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開到最後面 它變成什麼 你在做氧化環園 氧化環園的時候 它最後變成什麼 最後面是不是那一堆水 跟CO2 我們剛剛講CO2是什麼 是不是碳的最氧化狀態 你從最還原狀態 變成最氧化狀態 所以你會得到什麼 一堆能量 能量就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講代謝之後 很多人為什麼講氧化環園 因為氧化環園在得到能量 跟思緒能量 你把能量灌進去 它變成一個強烈 你把強烈拿去氧化 它變成最氧化狀態 OK 然後它最強制的過激 那這個是可膩嗎 是可膩啊 在身體裡面 在身體裡面不見得可膩 是因為我們沒辦法直接把二氧化環園水 合成你需要的東西 我們不是植物 植物才有辦法把二氧化環園水拿去反應 但身體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分解 我可以把常練的分子反應成二氧化環園水 OK 那你可以得到能量 得到能量之後 你能做部分合成什麼 譬如說胺基酸可以拿來合成 你沒辦法直接去合成胺基酸 我們沒辦法做這麼細 人的身體裡面的效率 沒辦法做這麼細微的合成 我們能做大 就是比二氧化環園大一點的分子 譬如像胺基酸把合成成蛋白質的部分 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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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你事實上像我們身體裡面有所謂的自由基的問題 就是說你要吃一些像抗自由基 就是可以把自由基給吃掉的東西 吃一些食品啊 或吃一些藥劑 這些東西可以把你身體自由基給清除掉了 自由基呢 就不會讓你的身體氧化 不容易氧化 那氧化事實上就是在分解 你看 我之所以要氧化 你看 假設這是我皮膚細胞 我在氧化的話 是這個 這個細胞就被分解掉了 我的分子就被反映掉了 反映掉的時候 你細胞就開始皺皺的啦 你就開始有噴噴噴的啦 所以你要抗氧化就是 要把身體的自由基給消除掉 讓它不容易氧化 氧化就是被反映掉的意思 OK 你們在寫什麼聲音 乙劑 非常好 太感動了 不是的 好 說 石 什麼石 問一下 我看讀大家知道他在說什麼 可是就是在第72月 可是他說 他的那個兩種條件 機制的第一點 其實他們還懂他中文在寫 共駕的修飾 一個小數 然後 例如碳酸 在另一個小數中 得以共駕 得以共駕見解 到反映小數上達到核心 怎麼樣 下節再繼續 下節再繼續 這個我們下節再繼續 這個我剛剛稍微講一下 OK 那個還是一樣 你們 預讀 要先把問題先挑出來 那盡可能的話 如果說你已經有讀懂 因為我相信 十個人在這邊 一定有些人這邊懂 這邊不懂 那有些人這邊懂 那邊不懂 你們彼此消化一下意見 而且從你看的角度去思考 會幫助別 幫助彼此的理解 好不好 幫助彼此理解這個 這個方式的方式 OK 所以 拜託預讀很重要 好 那禮拜四以前 要把那個 物理作業交給我 那你可以像 冠宇一樣 用紙寫一寫 如果我不在的話 也可以照相寄給我 那如果 我在的話 直接交給我看就可以 OK 好 下課 謝謝 謝謝